昨天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印尼亚加达应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据美方的官员表示 美方在王毅主任同布林肯国务卿会晤中提及美国政府网络系统遭黑客入侵的问题 表示将采取适当的行动予以追责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王毅主任在会晤当中表明了中方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原在立场 中国政府部门几乎每天都在遭受海量的网络攻击 其中大多数源头都来自美国 中方已经多次向国际社会介绍了有关情况 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最大受害者 美国不要给中国乱扣帽子 美方官员还表示 双方在会晤中是花了很多时间讨论芬泰尼问题 布林肯也强调了双方共同努力阻止合成毒品 特别是芬泰尼及其前提流入美国的重要性 深入讨论了成立非法药物工作组的问题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中美双方在会晤当中就芬泰尼问题进行了沟通 中方表明了原则立场和关切 王毅主任指出 中国是世界上禁毒态度最坚决 政策最彻底的国家 也是记录最好的国家之一 为了照顾美方关切 从中美关系大局出发 中方在几年前做出决断 整类列管了芬泰尼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做到中国这样 美国国内整类列管的努力也受到重重阻碍 但是美方不仅没有充分肯定中方的努力 反而在芬泰尼问题上对中国抹黑 诋毁 甩锅推责 通过搞钓鱼执法 抓捕中国公民 这完全不具建设性 美方应该以平等尊重合作的态度解决问题 尽快解除对中方从事进毒工作相关的机构制裁 为双方对话与合作扫除障碍 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保护与协助条例 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 当前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 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 越来越多的公民企业和机构走出国门 人民群政对领事保护与协助的需求日益上升 制定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的专门行政法规 总结提炼我国长期以来 开展领事保护与协助实践及制度化建设的经验成果 进一步明确各方责任细化相关措施 有利于提高相关工作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 更好维护海外中国公民企业和机构的安全与正当权益 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将以条例实施为契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不断提升领事保护与协助工作水平 会同和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全力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与正当权益 昨天 英国国民企业明显示了 它的长期领事保护中国的策略 如何中国看待这个证据 和什么影响会有与协助的关系 总统主要注意到德藩发布的有关文件 我们认为以去风险 降依赖之民 行竞争和保护主义之时 将正常的合作犯安全化 犯政治化 只会适得其反 人为制造风险 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划线 古早所谓制度 利益 价值观竞争 更是逆时代潮流而动 只会加剧世界的分裂 事实上 中德共识远多于分歧 合作远大于竞争 双方是伙伴而不是对手 在当前复杂动荡的国际形势下 希望德方全面客观看待中国发展 制定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 同中方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贡献更多 稳定性和正能量 那么我们关注的有报道说 日本政府将拿出800亿日元 也就是约合人民币 大概48亿元左右的专项基金 用于补贴福岛地区 涉余产业 请问中方对此和评论 如果日本准备排海的核污染水 没有问题的话 福岛地区的涉余产业 怎么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如果日本政府不是心虚的话 为什么用补偿费来稀释宁人 这只能说明 核污染水排海 是真有问题 大有问题 约有四成的日本民众 和中国 韩国 俄罗斯 太平洋岛国 菲律宾 印尼 秘鲁等太平洋 延安国家的民众 都强烈反对日方推进排海计划 令人遗憾的是 日本政府对国内外的反对声音 装聋作哑 日方用补偿费 换取本国民众的沉默 确置周边邻国和太平洋 岛国民众安全和利益于不顾的做法 只会引起国际社会 更强烈的质疑和反对 下一个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没有的话 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